解副市長 我是解副 大家好 昨天我大概清理一下冰箱 發現我還有多過年剩下的 臘腸 甘糖 臘肉之類的東西 那我們今天就要來做一個臘味飯 先加點油在我們的鍋子裡面 一點點就好了 再來我們有一塊臘肉 白白的臘肉 我們切薄片 然後我們先把臘肉丟下去 因為它有肥肉的部分 所以說我們現在把它的肥油 稍微的滴出來一點 一方面它會增加它的香味 一方面增加油脂 後面大家要炒會夾好了 接下來我們來切臘腸跟甘腸 我們把它切點小丁 吃起來比較有口感 我這邊已經感覺到臘腸的香味已經出來了 加進去 然後我們現在切甘腸 我們看到針盤上其實有些油脂 這些油脂啊 待會應該我們在炒的時候 加熱的時候它就會跑出來 也會增加我們的蛋的香氣 讓我們的火啊開小一點 慢慢的讓它 把它的油脂給煸出來 好 我們現在把它剝平 讓它都吃得到火 那我們現在有一塊薑 好 我就好像切了兩片薑下去 好 三片啦 這時候我們的薑片呢 也可以下去讓它慢慢煸 我們的薑片只是為了要提味而已 我們不用放太多 我今天選擇的是厚的鑄鐵鍋 它一方面它的蓄熱會比較好 讓我們火不用開很大 然後最主要是我不需要火太大 然後這樣子才可以把它 把它 辣肉 辣腸 乾腸裡面的油脂 給煸出來 我們盡量把油脂煸出來 可以增加辣味飯的香味 我這邊準備了大概300公克左右的長米 那我洗乾淨了之後 大概泡了10分鐘左右 那待會我要把它加進去炒一炒 那這個具高湯 我大概放300cc 好 原則上飯跟湯的比例 好 一定比例 我放了大概350cc的雞高湯 然後我們把它煮開 我們放一點點的雞飯老抽 讓辣味飯的顏色稍微深一點點 看起來比較好看 我們現在盡量就是讓它把汁收乾了之後 我們關火蓋起來 煮飯其實最重要的就是燜的工夫 剩餘的熱氣燜到飯熟透 我現在收的差不多了 我們看一下裡面都已經沒有什麼水分了 我們這樣壓一下壓一下 把它的熱氣 把飯給燜熟 我現在把火關掉 我再加一點點的高湯 然後把蓋子蓋起來 讓它的蒸氣能夠慢慢的 把我們的米飯給燜熟 來我們現在打開看一下 我們再把它攪拌一下 它把它們再蓋回去 再繼續燜 再燜個15分鐘 小碗靈熟 來我們先把它打開囉 我們把它打開 armour 我們把它拌一拌 還有一點鍋巴 看起來很不錯 這樣就好囉 這樣就好囉 好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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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